这不是马云的时代 而是马云门的时代 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0%以上 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 民企占比超过80% 那么今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大年 也是全力支持民营经济的一年 所以未来这个科技板块的投资方向 到底会在哪里呢 工作的原因我经常会到科创企业走访学习 见证了一个个的民间团队在技术创新的路上 蹒跚向前 最终为社会股东和员工创造财富 这种财富不仅仅在于能够手买到更高科技的产品 也在于我们能够在资本市场上 分享科技企业成长的红利 不过呢我确实也会深刻的感受到 非专业的散户们对于科技这个板块投资的无力 因为门槛太高了 变化又太快了 就比如说今年初GPT在海外开设火爆 要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分析出它的潜力 然后在6月要敏锐的察觉到它热度的消退 只有紧密跟随时代脉搏共振 才能把握好科技红利 而与时代脉搏共振 与产业先锋同行 这正是诺安基金的投资理念 诺安基金是一家规模超过1700亿的公募基金 擅长的就是科技载道 2018年起 他们就在着力不拒科技投资了 希望做最锋利的锚 陪伴优质公司共同成长 2020年又组建了科技组 逐渐打造出多支产品组成的多元化的科技超市 2022年更是从锋利的锚 到做科技投资风向标 前瞻布局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风口 在这背后 深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现阶段 诺安基金对人工智能这板块的后视 是怎么看的呢 诺安基金研究部总经理邓星宜 帮大家总结了一些重点 如果和2010到2015年 移动互联网从元年到应用爆发相比 重要性更大 对线速度也更快 对全球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重塑 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过程中 也会自然孕育出未来10年 影响全球的伟大企业 比如说金融 教育和编程这些领域 它的应用速度会落地更快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包括自动驾驶 机器人 工业应用等领域 从虚拟到现实场景的逐步落地 我想在国内方面呢 未来可能能容纳3到5家领先的大模型 那在AI上游方面呢 包括光模块 服务器等在内的 AI上游领域 它的业绩对线比较清晰 但是真正能够激发AI活力的 我想还是具有爆发潜力的模型和应用的落地 如果听的不是很懂 8月8日下午2点 诺安基金还有一场科技投资分享会 会分享更具体的投资思路 如果听完还是不懂 那这个其实就是散户在科技板块的天然烈势了 咱们目前的A股的散户比例 依然超过了40% 而在100年前 其实美股散户比咱们还要多 一夜之间 咱们就要变成发达国家了吗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7号 以415比0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个法案 要求剥夺咱们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地位 把我们修改为中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 按照流程 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 并且经拜登签字就生效了 但美国想咱们成为发达国家这个事情啊 表面上看好像是好事啊 因为说明我们的发展成就有共睹 但其实呢 这一招是免礼藏真 它的本质 这个法案的另外一条内容说的非常清晰了 美国的外交高官要在国际组织中 阻止中国平台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获得任何优待 而目前国际上任务度比较高的 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呢 有一个硬指标就是 人均GDP要达到3万美元 而咱们目前的人均GDP是多少啊 1.27万美元 所以怎么看我们也够不上 这个发达国家的标准呢 之前咱们有高层说到过 中国还有6亿人人均月收入不到1000块人民币的 但是呢 美国给了个什么理由啊 它说它自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和第四大的德国 都是发达国家了 所以作为第二大的中国 也应该列入发达国家 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总之呢 就是你跟他讲人均 他跟你讲总量 果然是世界驰名双标啊 各个国际组织在处理全球性事物的时候呢 它一般会考虑到成员国的经济水平 还有人口多小 等等的国力指标 反正基本上会有个原则就是 能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所以现在美国处心地理的想法 咱们弄成发达国家 主要就想让咱们多尽点义务 少享受一点权力 从而呢 达到遏制咱们的目的 举个典型的例子 碳排放 根据1997年的京都运输 富裕的国家要减少碳排放 而发展中国家 则不需要负减排的义务 别看这短短的几个字啊 对国家的发展来说 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我们知道国家想要 现代化的前提是工业化 尤其是像咱们像一个 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想要工业化 不可能靠旅游之类的第三产业 但是呢 发展工业肯定会产生碳排放啊 工厂需要的电 运输需要的燃油等等嘛 那如果咱们被戴上了 富裕国家的帽子 按照协定 就要强制咱们减少碳排放 那发展工业还有什么系呢 直接就被锁死在目前的水平了 那些发达国家 他们自己是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所以他们减不减碳 基本上所谓 但对咱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 限制我们的碳排放 就等于是我们被人 卡住了发展的脖子了 这个事儿 比芯片段落的后果 还要严重得多 当然了 咱们中国现在也在提双碳 可是我们提的是2013年 房价才跌了一半吗 最近呢有一篇 高盛的研究报告刷屏了 他说我们这轮的房价 总共会下跌40% 而目前只跌了一半 到2027年才能见底 为啥这么说呢 他把中美日三国的 房价见顶的时间 叠加到一起 美国房价是2006年见顶的 下跌了6年之后触底反弹 日本是1990年见顶 13年之后触底 所以高盛就觉得了 咱们的房价走势 会更像美国 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 货币跟财政政策强势 跟美国就有很大的相似性 所以我们不会复制 日本长期下跌的模式 我们的房价会更像美国一样 下跌24个季度 大约在2027年的 三季度见底 怎么感觉这个结论 有点草率啊 现在咱们的新房销售价格 平均已经下跌 20%以上了 有一些三线城市的 二手房都已经腰斩了 所以很多人都批评 高盛的一个观点说 整正化还没有结束呢 还有一些刺激政策 没出台呢 不会跌那么深 但是也有更悲观的 最近呢 还有一篇 针对高盛这个研究报告的 分析文章 也引发关注了 这位作者的观点是 房子的超买情况 对于房价见顶之后 下跌的幅度很关键 咱们房价前些年的暴涨 就是因为超买 当初呢 由于买房抗通胀的 这个言论特别盛行 有一些除了自住之外 还投资很多的房产 特别是16年开始 房子销售额猛增 2021年达到了最高点 那么2021年 咱们的新房销售额16万亿 当年GDP是114万亿 新房的销售占到 GDP的比例是14.2% 这个数字高还是低呢 2006年 美国住房销售高峰的时候 这个比例是13% 但是我们的这个14.2% 只包括新房 而美国的那个13% 还包括了新房和二手房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比美国超买情况 还要严重一点 而1990年 日本新房销售高点的时候 新房销售占到 GDP的比例是9.5% 这个数字呢 也比赞到低 那如果超买严重 在楼市下行期的话 房价下跌 博士客为了避免损失 就会大量的保售 从而呢 加剧房价下跌 所以说呢 这位作者的观点是 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高峰给出的 2027年房价见底 还算乐观的了 这个观点 听着真挺吓人的呀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 四月份上海又出现了 两大日光盘的豪宅 每平米十六千万的房子 每套的均价 四五千万的豪宅 排队摇号抢房 而这两楼外山的豪宅 拼的就是极度的稀缺 黄埔江面再次证明了 自己的保值增值的能力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另一边 学区房还在继续探底 北京顶级学区房 万柳的枫鸟家园 最新一套 44平米的开间 成交价已经跌到568万了 而它的历史最高价是900 科创买首批强制退市的公司来了 每逢周末都有大事 今天下午证监会发布通知 A股紫金存储和泽达益生 这两家上市公司 因为重大违法违规 被勒令强制退市了 他们具体犯了什么事呢 主要就是财务造假 而且非常的恶劣 恶劣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紫金存储 在上市前的三年里 有两年三分之一的利润是假的 最后年更夸张 95%的利润都是假的 并且上市之后 这个造假变本加厉了 当年虚增幅度达到了150% 也就是本来是亏得姥姥加了的 是硬给整成赚钱的了 至于则大易胜 也好不到哪里去 上市前三年虚增了 一个多亿的利润 上市后第一年的利润里面 有89%是假的 第二年也有56%是假的 那我们都知道 科创买可是当年A股的一号工程啊 注册制的改革试点 就从这里开始的 目的就为了培养咱们自己的硬科技公司 为此呢 取消了上市前三年盈利的 这个硬性的要求 但是虽然开放了整道 却没有办法解决贪婪的人性 这两家公司为了能尽快上市 并且上市之后能够多圈钱 就选择了造假 最后呢 责压益胜是圈了4个亿 紫金存储圈了10个亿 这么多的钱 如果他们业绩没造假的话 需要分别干上32年和40年 才可能挣得到 并且啊 这两家公司的发行价在20块左右 上市之后开盘直接就涨到了80多 本来呢 只是一块钱的东西 造假之后就能够在A股卖到100块 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呢 难免有人把持不住 不过还好 他们造假的事儿很快就被发现了 此呢 上市公司还多次发公告提醒股营 而且呢 名称上也戴上了新考ST的帽子 就是为了警告大家 这俩货是有问题的 可能要退市了 但是呢 架不住股市的酒菜实在有点多 这俩家伙在输了可能要被退市之后 居然还分别走出了一波翻倍的行情 甚至就在拿到死刑判决书的当天 大盘在暴跌的情况下 他俩还在猛掌 那么按照安排 接下来这样的公司呢 将被停牌 然后呢 就到15天的退市整理期 所以说呢 今天的这个大展 咱们就只能理解为时 回光返照了 那么干这么恶劣的事儿 这俩家公司要被怎么罚呢 这回监管层也是下动手了 因为当初咱们就说好了 注册制那就是官禁宽出 为了归得重罚 除了勒令他们退市之外 还有罚款和赔偿 像上市公司分别罚了8000万和3000多万 相关的当事人也被罚了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 而且呢 接下来行动处罚 还有墨一罚恩 估计得到几个一卷 这些人还得吃牢饭 这还没完 像保健紫金上市的中性箭头 还得拿出10亿来 先行赔付给投资者 这个事在A股也是先例的 当时万福生科造假 心态电器造假等等 保健机构都是自己掏了钱赔给股 虽然说理论上 这个钱后面可以找上市公司要 但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 反正呢 总之啊 只要是跟这两家公司造假有主动关系的 管你是主犯还是存犯 一个都跑不了 那么到底哪些人能获得赔偿呢 首先你得买过这两个股票 而且得要是在造假被发现 并且公告前买入的 然后在造假被发现 而且公告之后卖出的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实际亏损的 应该就可以得到赔偿 但也不一定说是你亏了多少就赔多少啊 还要考虑到同期大盘是不是也跌了 要后除掉这部分因素 那具体怎么去申报 这个监管层会有统单牌 如果买过这两个股票的 你可以先问一下自己所在的券商 他们有这个义务帮你去核查 你能否获得赔偿 最后啊 你说这个股市造假这么厉害 还能不能愉快地投资啊 其实就像是窗户找开着 就一定会有蚊子苍蝇 臭串飞进来一样 只要是有股市的地方 就一定有造假 但咱们总不能说 为了怕蚊子苍蝇 就不开窗户了吧 哪怕是在成熟市场美国 这一天总算是来了 中一栋今天盘中的市值 达到了2.2万亿 它成为了近年来 A股第一个市值 超越了茅台的公司 那咱们A股的股王呢 终于是从白酒 变成了一家科技公司啊 从这个市场发展规律来看 股王预主这个事件 是一种必然 它背后反映出来 是A股走向成熟的历程 其中的一方面呢 是体现在了 估值体系走向成熟的历程 首先呢 你可以回顾一下 咱们A股成立了30年 它的估值体系 主要是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壳价值 因为在刚开始上市的时候 咱们的上市公司 那都是稀缺资源 只要是能上市的公司 都很有实力 A股的每一个股市 都很值钱 再加上当时投资者 获取信息的渠道 不是很畅动 我们就很难仔细 分析到公司的内在价值 这时候呢 往往A股市场就呈现出了 那种起涨起跌的现象 几乎所有上市公司 都会跟随着同一个周期波动 那么估值自然就也 很难以拉开巨大的差距 还有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现有业绩的估值阶段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学会利用市盈率和市净率 来判断价格是不是够便宜 然后呢 又赶上了经济腾飞 一批的金融 有色 还有地产公司快速的积累资产 市值也在快速的上涨 甩开了其他公司一大截 接下来呢 就到了第三个阶段 未来业绩估值阶段 随着投资者不断成熟和外资的流入 人们开始意识到了 业绩只能代表过去 没法代表未来 这个时候呢 自由现金流折现估值法成为主流了 意思是 一家公司在存续期间 无需再投资的现金有多少 就意味着能给股东创造到回报 也意味着这家公司直断钱 那么很显然呢 一家公司能存在到年 以及未来业绩能否持续的增长 成为了估值的关键 那么在这一点上 茅台大手我其谁啊 所以他就此登基成了股王 同时呢 还有一些现在业绩不好 但是未来潜力巨大的科技公司 也成长成为了巨头 而现在呢 一个更加成熟的估值体系正在建立 首先年初的时候 咱不是提出了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吗 强调的是不光要看利润了 同时要看他对于社会的贡献 其实呢 这并不是咱们独有的估值体系 海外早就有了成熟的方法 称为影响力投资体系 此外呢 在2022年的时候 构建更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意见就出台了 还有今年3月份 数据局正式成立 同时数据20条出台 它正确立了 数据已经成为了 即股地 劳动力 资本和技术之后 第五大生产要素了 尤其在今年的 AFO潮之后 投资者越来越意识到 新房改来了 这将会是房地产发展 历史上的重要转折 那么未来的房价 会不会因此而大跌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文件 欧院此前 审言通过关于规划建设 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文件 也就是俗称的14号文 已经在近期传达到了 各个城市的政府 各部委的支柱机构了 那么文件里面提到了 两大重点目标 第一是大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 第二是推动建立 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 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 有观点认为 这是要从香港模式 转型到新加坡模式 还有观点认为 如果把房子的供应量提上去了 那房价就能跌下来了 这是要让工薪族都能买得起房 听着好像很爽啊 但是不要激动的太早 文件的目标可能更加倾向于 买房和租房彻底的分开 买归买租归租 而不是说把房价压下去 你看啊 第一个目标提到立话 让工薪通入群体逐步实现 居折有其物 消除买不起商品住房的焦虑 听起来像是打压房价的意思啊 而第二个目标却提到的是 让商品住房 违规商品属性 鼓励开发商通过市场竞争 获取土地资源 同时承担相应风险 以促进高端产品的开发 同时将会减少对于市场的干预 让市场自身发挥调节作用 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 要鼓励炒作的意思呢 是不是和第一个目标有点矛盾呢 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消除买不起房的焦虑 并不是说你都能买得起 而是说让你也有便宜的地方住 不要再天天订着买房这件事 就不会再焦虑 换句话来说就是 把大家分成两个群体 一个是财大气粗的富人群体 不再管了 爱买多少套买多少套 你爱把房价炒高就炒多高 一个是普通群体 要在城市里面多多的建设 保障性的住房 让大家都有地方住 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负担 实际上呢 我们对于买房的焦虑 有很大的程度 是来自于传统的观念 流行的价值观力 买房是刚需啊 结婚要买房 孩子上学要买房 落户口也要买房 但是呢 发达国家的自由住房率 普遍只有60%到70% 是远远低于咱们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聊过的德国 只有一半的人 是有自由住房的 而我们地产市场 未来的发展路径 都会更加倾向于 把最顶尖的资源还给市场 让有钱人以竞价的方式去抢夺 同时呢 对于普通人 把地产与医疗教育 甚至生育资源逐渐的脱钩 不用再为买房焦虑 释放出更大的生产能力 和消费能力 当然了 我们要知道 要实现这个目标 肯定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性的工程 比如说怎么样 才能保证租售同学 在医疗 在教育等等资源方面 怎么才能保证公平 都需要有太多的配套措施 更不用说 保障房的资金土地来源 怎么解决 如何让地方 借掉土地财政的毒瘾等等 新加坡模式的核心是 市场的归市场 民生的归民生 它实现了这两个市场的 完全隔远 但是呢 新加坡整个国家只是一城市 总共几百万人 它的实践难度会原来小于咱们 这次文件中说到 300万以上的城市可以试点 我们符合这个标准的 就35个城市 而各个城市的资源比赋 差距是很大的 每个城市有各自探索的空间 比如说像深圳 可能不用依赖土地财政 但是呢 像长春 南宁 太云之类的 二三线的省会城市 比气就会差一点 所以这个具体落实的过程 还是可以降低点预期